赵丽颖和冯绍峰事迹大复合了 知名媒体人爆出两人深夜密会 一个戴着黑色口罩 一个黑色鸭舌加上白色口罩 打扮得十分低调 但还是被眼见的狗仔发现 关轩离婚到现在已经两年之久 但这却是两人首次同框被拍 值得玩味的是 若是金鸟 其他的分道扬镳的夫妻牵扯到一起 难免会经历一场骂战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到了他们两人 评论区画风却出奇的一致 无畏其他 只因为两人是值得的 2013年一部《姗姗来了》 将赵丽颖推向了流量宝座 自此她的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 片约不断 花千古 青云志 楚桥传 老九门 代言不停 陆伯颜彩妆 早夜品牌 浪琴 短短几年 她就挤身于八五小花的行列 那时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借着这股东风继续将事业发扬光大 随成想她却转身谈起了恋爱 出演知否女儿国期间 和冯绍峰因细生情 那时候两人互动的堂分简直超标 主持人用动物形容三个男艺人 她说 林更新是狗 千哥是鸟 龙绍峰是白马王子 如此双标 恋情实锤了吧 恰恰相反 安地秀恩爱 相互探班 牵手散步 明面上否认 对恋情适口否认 刻意避开镜头 地下恋持续到了2018年 这一年 两人官宣结婚 没有华丽的词汇 没有动人的情话 只是赤裸地表达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日子很长 过去很好 愿未来更好 叠战般的爱情尘埃落定 对于两人的结合外界的声音清一色的好评 男帅女美最重要的是 两人都有一个共通点 事业爆发的时间段 都全部集中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 相貌般配 事业也起骨相当 如此看来倒也算是一段佳话 大众眼里的冯绍峰是成熟的 理性的 可和赵丽颖结婚后 他变了 这个45岁的男人固有的人设 彻底崩塌了 和赵丽颖誓言坎坷不同 冯绍峰的人生是一路绿灯 在每个节点都能幸运地 做出最优的选择 第一个节点是电视剧转到大荧幕 宫锁新欲爆红后 不少同类型的剧本找上门 他没有选择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人气 而是选择参演了和之前形象 反差极大的西楚霸王项羽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犀利的眼神 强大的气场 直到今天也依旧是经典 除了获得观众的好评 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让其他制片人和导演 看到他的可塑性 除了嫩得掐出水的小白脸 公子哥 粗犷的大汉也照样手道擒来 颜值和实力成正笔 接下来就是事业的爆发 敌人截之神都龙王 后悔无期 黄金时代 大暴剧 一步接着一步 当时他有多红 红到陈玉山来大陆 见过他的人都会提一嘴他的名字 我在大陆每一个人都跟我提他的名字 换作常人早已飘飘然了 和他不同 一心逃离舒适圈 于是第二个节点来了 没有在稳赚不赔的商业片上 顾不自封 而是转身前往了内蒙古 为了更好的诠释狼图腾 整整八个月 他都待在大草原 和羊同吃和牛同住 大众对他这个决定嗤之以鼻 可时间证明了他到底有多正确 电影上映 他而荣获了2016年 百花奖最佳男主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次他又停下了脚步 我不会去接那些我不喜欢的戏 如果说我一样要那么的辛苦 去诠释一个角色 为什么不挑一个我喜欢的呢 这是他某次采访中所说的话 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些年 他带给观众的作品屈指可数 以上种种不难看出 他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大男子 但结婚后他变了 接起了真人秀综艺 在节目上童心未敏 不顾形象地冲上蹦床 在上边蹦蹦跳跳 节目上的他坦白 没有我们想象的坚强 我拍戏或者碰到非常不愉快的 我回去就抱头大哭 做事情也并非我们所看到的游刃有余 会认错人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会磕磕盼盼 当然最大的反差还要是他实际是七管炎 接受采访时一不小心暴露了儿子的名字 被吓到了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老婆 我讲漏嘴了 能说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眼里流露出的是满满的爱意 他真的是七管炎吗 显然不是 这是他骨子里的教养 他的教养告诉他 要学会尊重 不止老婆 别人也是如此 比如真人秀节目中的素人莫妮卡 一个最新于麦田的研究者 起初他想用自己儿子的名字命名麦田 但当他感受到莫妮卡对麦田的执着后 他改变了主意 因为比起秀自己的儿子 帮助他人更显得有意义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 他和节目组联手 为他设计了一款以M开头的麦田 次日他看到麦田激动得眼含热泪 在大多数人为了名利挤破头的年代 能放下自己愿望帮助他人的人少之又少 冯绍峰就是其中的一个 留心观察他人释放自己的善意 以至于起初对他们婚姻不看好的人全都真相 一开始知道他和丽姐结婚骂了一上午 现在被打脸了 真的很般配 他俩结婚的时候我还不看好来着 现在感觉真香了 只可惜为时已晚 2021年两人官宣离婚 银宝发了一张红色公章分手声明书 冯绍峰依旧如初 日子很长 过去很好 愿未来更好 随后微博崩盘 不到一小时 参与话题讨论的人就高达4000多万 恢复单身两小时 银宝社交账号就涨粉了16万 人数不多 但却足以说明粉丝的态度 离婚不会脱粉 甚至还会获得更多人的喜欢 事实也的确如此 离婚不仅没有毁了他 还成为了他事业的垫脚石 一路高歌猛进 整个人也格外的有气质 温柔知性是他 轻力秀雅是他 英姿萨爽也是他 冯绍峰与其对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离婚后 冯公子的事业已肉眼可见地下滑 去年一部名为星河长鸣的古装剧横空出世 主角冯绍峰 观众乐中于古偶 也曾对八阿哥倾心 因此该剧刚一上映就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只是期望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剧情俗套特效拉垮 最辣眼的是 是他和女主的感情戏 单看彭小冉还是挺惊艳的 一身红衣 隐隐有东宫的既视感 然而镜头转向风格 不对位了 一脸疲惫不说 这臃肿的身材是怎么回事 说好的玉树临风呢 说好的气宇轩昂呢 观感差点就算了 毕竟是演员 演技过硬也能弥补这么大的落差 可事实是 她的演技也在下滑 女主下要威胁她 本该慌张失望的她 却满脸享受 别的男主看女主含情默默 到了她满脸慈祥 年龄形象天差地别 可偏偏两人的吻戏还很多 网友拉平 彭小峰你是真缺钱啊 到底缺不缺我们暂且不知 唯一确定的是 有踩的地方就有捧 而捧的对象就是她的前妻 赵丽颖的风吹半下 剧本硬演技也硬 在我们的认知里 她是个傻白甜 但这一部剧 她刷新了大众的认知 满身泼辣野心勃勃 这其中还掺杂着一丝脾气 而在角色的精神赋予下 她本人也越来越有了野蛮生长的生命力 一个停滞不前 一个高歌猛进 用大众的话来说就是 这对半路夫妻走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大众之所以惋惜 无非是因为她之前也辉煌过 英俊多情的陆浩中 意气风发的吴雨生 玉树临风的民国少爷 任谁看了不是迷糊 再看当时的八阿哥 一经播出就火爆全网 那时候的她有多红啊 网络数据说明了一切 不到一个月粉丝超过了130万 随便发一条微博 网友互动就高达十几万 就连当时的周杰伦都曾是她的手下败将 而她凭借该剧吃到的红利远不止于此 行业追捧主流媒体也一样 登春晚上午元宵 表演遇到瓶颈就转行当监制 演员导演两种身份来回切换 弃人的是样样都做得好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她开始变得沉寂 上山的人变成了下山的人 有人惋惜 她却说天天让我拍戏 我也觉得挺烦的 话罢她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路 那是一条和前妻截然不同的路 尽管他们已经离婚 但一日夫妻百日恩 他们都记得彼此的好 而这就已经足矣了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